如果是谁砸了我们甘孜旅游的锅 我一定砸了你的饭碗 出关你是谁 这二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非常注重就是基础设施啊 服务质量的提升 因为我们甘孜很大 有18个县 我们所有的文理部分包括我们的政府都在做这个服务质量的提升 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协调 在积极的申报 把这个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我们的每年的黄金州 甘孜州的周围州政府的主要的领导 亲自划帅 在黄金州值班 监察我们的旅游市场 帮我们协调方方面面的单位 来的人太多的话 搭帐篷 或者是给他们发一些学校啊 其他机关的厨师啊 招待所啊 都把它腾出来 尽量满足有可能的需求 一定严格的管理 这种管理也不是说我们想怎么管门就管门 我们一定会啊 依法依规的 看来是呢 其实在去年第一波的净率行动 已经开始做了的 后天他们就开始做今年的第二季净率行动 我们也希望我们甘孜州18个县 都要对旅游市场的这个规范 包括对我们行业人员的培学 讲解 尤其是要数旅游 凡是到甘孜来的人 都是我们甘孜的客人 都是我们的亲身 一定要树立这样的观念 下一步的话 可能会加大对市场的管理 凡是旅游的服务行业方面 我们的管理人员或服务员 我们要进行培训 我对他们去引导 甘孜州政府两年前就已经 这里了一个基金 就叫先行培服 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些 加帽 卫尼的产品 第一时间我们政府进行培复 12315 随时可以报答的 第二个的 他达到我围领部门 我们围领部门 马上协调相关部门 马上处理 然后就是我的抖音上 只要有人 挨抬了我 就是说在哪个地方 具体的时间 地点发生了什么 我马上会把这个 发给我们18个县的围领局 让他们马上去调查这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